好,那大家好,我現在來分享一下中二平臺 那什麼是中二平臺呢? 就是... 完全沒有話題 為什麼叫中二呢? 因為我們講說在講網路雲端架過的時候 我們有分成IAS、PAS跟SAAS 然後其實今天中二做的就是中間這層PAS的服務 所以它是中間第二層,就叫Mito2 原來是這樣,真的嗎? 真的,真的嗎? Mito2是什麼意思?原來是中二人 對,就是中二人 因為它是在雲端架落中,中間第二層的那個服務 真的有不提嗎? 沒關係,不提應該裝得很快 沒關係,切換了 你也有八成鐘 好,沒關係,我邊裝邊碎碎念好啊 那首先為什麼我想要做這個Mito2呢? 我想做Mito2的原因是因為 我問一下在場有過Hiroku也可以舉個手嗎? 好,謝謝 Hiroku它其實之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Hiroku它的那個免費的cota 是database我記得好像是一萬筆肉 就是超過... 欸,你幫我拿到筆,讓我隨便 就是它超過一萬筆 一萬筆資料的時候 它就不能繼續用它,它就必須要抽錢 但是我們玩OpenData的 一萬筆證是一個很小的數字,很容易超過 那,Hiroku一旦要進入收費層次的時候 其它附的錢就比 那個要租其它雲端環境會 就是會貴上許多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選擇呢? 然後我在差不多三年前、四年前的時候 就覺得好啊,那我就吃看給Hiroku出來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就做出了這個Mito2 只是我本來Mito2不是叫Mito2 因為Hiroku是Hiro開頭 然後是男人就應該用P子開頭的 所以我就叫Hiroku 那後來覺得這個Mito2有點性別意識在 所以我證明已經捨棄掉了 所以先請大家在Mito2 好 那... 所以它主要... PS平台主要功能就是說 一個,它讓開發者可以專心在 就是開發上面 就是你只要去管你的程式邏輯 你的運轉的邏輯 你不用去想說你的伺服器要怎麼架設 你伺服器穩度的安排都不用 你只要去專心你的邏輯就好了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你把程式馬推上去 那它可能就幫你把web server 幫你把網址 幫你把各種相關的東西都建立好 然後你就不要去管其他事情 好嗎 對,規矩就好 所以我這邊... 所以我之前就是幹這個... 幹了Mito2出來之後 然後就... 也幫助我 我覺得這幾年來做很多GV專案 其實讓我很快就可以把專案伸出來 像新聞小幫手 全是小幫手 台灣公司資料等等等等 都放在這上面 那所以... 這一次因為很高興地拿到就是 G0V的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所以我也希望從那個 我們讓Mito2變成 除了我以外 大概都能一起使用的一個平台 所以最近也有拿到就是微軟的贊助 所以目前也會搬到微軟去 然後也希望讓服務可以變得更加穩定 那... 我這邊大概示範一下說 如果要使用的話要怎麼使用 那... 前幾天我... 我跟... 這個設計有建議起一個就是 給大家使用的點子 給大家試用的平台 他的網址是 try.middle tool.com try.middle tool.com 然後進來之後 大家要註冊就可以選這邊sign up 然後... 輸入自己的email 他就會發一波認證信到你的信箱 然後... 你只要... 做完認證你就可以註冊完成 那我這邊就不註冊 我這邊直接用我的帳號 那我這邊就不註冊 我這邊直接用我的帳號 這try... 這try... 那我換正式了 這...就是我目前有分兩個 一個是正式的 就是這個 但這個目前還沒有開放的 大家自由註冊 然後另外的try 是可以大家自由註冊 那差別是在... 這個我目前還是要保持它的穩定度 因為目前有很多 中央服務跑在上面 那try那邊的話 是比較不保證穩定度 但是歡迎大家隨意試用 那麼如果大家在try那邊 有使用一些問題 或是已經開始想要進入 穩定的正式的時候 就可以跟我聯絡 那我就可以幫你開一下 正式的帳號 讓你翻過來使用 其實兩邊用法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我這邊就用正式來示範好了 那目前try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一個人只能開三個專案 然後 次編我已經開了一個專案 好 那麼 我覺得現在反正可以用這邊來示範一下 就是那個 用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開一個新的專案的話 你就選 add project 然後選 這邊有一個名稱 但這個名稱是隨便輸入就好 這沒有限制 所以可以空白 然後輸入完之後 我就會幫你產生一個 好 新的專案 然後新的專案進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譬如說deport的方式 那它的用法就是跟github 就是跟github一樣 你把誠實法推上去後 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只要 clone這個位置 要故意上去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記得要把自己的public key 要貼在這個地方 貼上去提交後就可以用了 然後我這邊先就 示範一個Hallover看看 所以今天我只要在我的 那個linx console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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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裝飾都變掉 糟糕我好像沒有出來 哇 沒有 整個裝飾都變掉 好 我們還是聽那個 反正就是它的用法就是 就是把程式碼追上去 然後目前有支援PHB、Python、NodeJS跟Ruby 所以看到最後就可以直接看了 那這邊也有支援礦 就是假設你有一些東西要幾個小時跑一次 幾分鐘跑一次都OK 然後重點也是說 假如你要用資料庫的話 這邊可以選Adron 然後選MySQL MySQL按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下面會有幫你建EMB起來 然後EMB裡面就會有MySQL的帳號密碼跟IP 跟Diapace的名稱 那這個是Internet連不到的 所以假設你要讓自己的機器 能夠連到這些資料庫試用的話 這邊有給一個指令可以示範 就是你把這個指令結上 就可以在自己的本機建一個Tono 跟你的資料庫連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本機 譬如說這個指令下去 那你就可以用自己本機的Port 3306 連到遠端的MySQL 3306 你就可以在紀念員機器 去做一些Inport Explore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邊的Remember 你可以指定說 你要不要讓其他人也可以來推這個專案 就是推程式碼到這個專案過來 所以如果有些專案 把它放在這邊要輸入 那這樣就可以把程式碼跟聖遺檔分離 然後呢最後再講一個 就是如果今天MySQL建立完之後 這上面還有一個Page in mythe mean的功能 就是 就是 今天這影片就可以看到你的資料庫長什麼樣子 然後可以做一些修改 所以呢歡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到那個Slack的Middle 2這個Channel上面可以問 就我在上面就可以做回覆 然後任何需求或是想法都歡迎提下 謝謝大家